咳冷受不了的话 那有几个穴位介绍给大家 可以稍微止咳 鱼剂 这整条 大家看得到白色这条都是费精的穴道 所以鱼剂在这里 太渊 金曲 猎缺 这几个都可以用 就是反而就顺着这条这样 对顺着那一侧 它有没有从下往上还是从上往下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好 那这几个都可以用 齿折也可以用 齿折也是费精的 是 那再来一个就是肺精的起点 中腐穴 在这个地方 你这个直接按摩就好了 因为底下就是肺脏 这也可以选用 那还有一个最好的止咳药穴 就是天突穴 它位在这个锁骨 锁骨跟我们这边 脖子边有个凹窝的地方 天突穴 可是按下去没什么感觉 它不会痛啊 对啊 这样按就有效了 可以有效有效 那比较针对咳嗽来讲 肺疏穴 封门穴 这两个都可以使用 你可以用按摩的方式 这两个都是比较属于呼吸道的 可以使用的穴道 但这个应该是别人要帮你按吧 是的 因为一般人是按不到 当然 那如果说按不到 我用热敷 可以 或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局部加一点那个热电毯 就睡觉的时候我们在保暖这一区其实都可以 那天暖暖包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 那么什么样的水果是不适合风寒型咳嗽的人来使用呢 好 那这也是很多患者常会在诊间问到的问题 比如说风寒其实比较属于寒性的咳嗽 它是寒性食物 OK 它是瓜里面特别的 比较特别的 那比较寒的瓜像是西瓜 哈密瓜 香瓜 这些都是比较属于风寒型咳嗽不适合的 因为它太冷了 你可能在吃了之后你可能咳得更严重 是 可是木瓜除外 所以木瓜是可以吃的 对木瓜可以吃 如果你喜欢吃木瓜的瓜的话 这个是OK的 对对对 其实感冒的时候或咳嗽的时候 多吃水果也是好的吗 是啊 补充维他命C 要新鲜的水果 是 理解 那么热型的咳嗽 什么样的东西要少吃呢 好 既然提到是化热型的咳嗽 当然就热性的水果不要吃 热性的食物水果尽量少碰 那比如说我们这边放一个代表性的小茴香 它其实不是只有小茴香啦 包括胡椒 辣椒 花椒这一类比较属于辛辣 热性的 就是我们在煮饭的时候 不小心会很容易加进去 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 然后还有龙眼 这个应该不会有人在这时候吃龙眼 对 如果你台眼睛是黄色的 尽量喉咙痛 吃这个会更燥 是是是 那再来就人参 那其实人参它品种很多啦 很多客人会问说 那我可不可以吃 花旗参 粉光参 花旗参 粉光参 花旗参原则上它是白的 OK的 这个反而对呼吸道 支气管的保养是有帮助的 是 那但是你看到 牌面上摆的这个是红的 高丽参 红参 石柱参 它都是红色的 那这一类比较偏向于滋补燥热性的身 我们就不建议在热相的咳嗽里面 这个时期在服用 是 对 我们讲到饮食的禁忌 那有什么样食物是在热相的时候 可以比较合适的呢 那就是风寒形不能吃的那些热相就可以吃 比如像 刮果啦 对对对 刮类啊 冷一点啊 或者是水梨啊 橘子这一些 反而就是热相咳嗽的时候 它还可以轻化弹热 是 那有人啊 就会问说 A房间经常有一位那种秘方偏方 说 医师啊 那可不可以喝那个杨桃汁 那到底杨桃汁对咳嗽是有注意的吗 OK 杨桃汁呢 其实跟刚刚我们说的冰糖炖水梨 它的功效是一样的 对 所以杨桃也好 冰糖也好 那又会回到 杨桃有甜的杨桃汁 跟咸的杨桃汁 如果真的要针对造性咳嗽的话 会比较建议不要太甜 就喝咸的 对 如果你是另外加了太多的糖分进去 反而容易生痰 所以尽量我们就选择 要好喝的话 就是咸的杨桃汁可能好一点 不过也要对症 如果你对不症 其实是没有效果的 医师针对咳嗽 有没有哪些方剂是经常使用的呢 像我们耳熟能想像是 紫兽伞 定船汤 麦门冬汤 是 百合固金汤 是 像麦门冬汤跟百合固金汤 都是比较偏向于灶壳 风灶的咳嗽 我们一听百合 就知道它是属于比较润的药 那麦门冬也是比较润的药材 所以针对比较干性的咳嗽 是 那紫兽跟定船 它就没有一定哪一种了 它主要目的就是 不要让你一直咳 理解 那还有一种就是 悬腹带者食汤 也是属于治疗咳嗽 它是属于降腻的药 理解 那不过在临床上 这些药都属于咳嗽的后段 那前段呢 前段一定是发表药 像经界防风这一类的 或者说贵芝麻黄这一类的 先让外邪出去 但是外邪出去之后 你遗留还会有一些病邪在里头 中奖的病邪 我们可以到后段 感冒的很后段的时候 我刚刚说的紫瘦散 定船汤 麦门冬汤 百合固金汤 悬腹带者食 这个时候才比较适合 其实中奥的原理精神 很重要叫因事利导 顺势而为 我们不要跟它做对抗 大部分的人现在觉得 卡冒好像要吃抗生素 其实在中医的概念里头 我应该要把它病邪带走 顺势带走 然后增强我自身的抵抗力 让我自己的免疫系统去抗抵 这是很好的自然医学的概念 感谢观看